好了好了好多了好多了好多好多 哎呀帅了帅了帅了清晰了清晰了 哎呀找了一块青春痘 你这个还是青春痘啊 最近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叫老来翘 老来翘 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很回春啊 回春啊 就每个礼拜盼着三妹啊 哎呦哎呦我信了我真的是信了 我拿一张图给你看 拿一张图给你看算了 嗯 昨天给我发的我给你找了两张万千 哦万千啊 你不是给我看的是右边这张长发发吗 对你真的都是短发的哈 他这张长发蛮好看的 你就给我发的右边这张吗 你是怎么样注意到他的 嗯 嗯 为什么会突然 就就到处有人 我们就是要常常维持身心健康嘛 所以当然就要注意一些这个美丽的女士 对不对 但是他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耶 他我昨天是你发 我这个这个有人在写他的 没认出来是他 对了这个他最近没什么新闻啊 就是这个就有人在讲他的感情故事啦 就这样哦 我我我说我看到他一我从他的侧脸看到他 我说哦好像万千啊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长头发 然后很很漂亮 是很漂亮啊 是啊没有错很有气质啊 所以说亮哥的涉猎范围颇广啊 嗯 我的涉猎我是百科全书型的啊 我本来以为是那种就是小美眉网红 但是万千这种算是实力派女演员 什么小美眉网红 我们都收集气质美女啊 你网红小美眉也不少吧 你自己把你的小红书把你的微博把你的抖音把你的TikTok拿出来翻一下 关注的那些全是小美眉 也有也有是 也有大也有大量的吧 现在都讲究这个身心灵的平衡 身体最近最近怎么样吗 太多节目了 我一打开YouTube全是你的节目 不是啦我可以讲他们有了做节目 就明明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参与 他就用我的头啊你知道吧 那不是这个太可怕了 你罢评了你知不知道 随时现在你知道台湾又有大选 岛内的新闻也是你的 国际的新闻也是你的 我们真的有参与 我们真的有参与岛内选举啊是啊 真的有参与啊 我跟侯友宜跟柯文哲都很熟啊 对啊 那这个 我对国内政治本来就很熟嘛 我们是参与者嘛对不对 那你想听听粉丝来信吗 嗯好啊听听看 粉丝啊昨天有人跟我说 今天看亮哥上节目 真的是苦口婆心的劝蓝百合 真正理解亮哥的可能只有蔡正远 他们俩都看到了现实 不能有情绪要面对现实 呃不能有不能面对现实还有情绪 那就是罪人 然后呢赖老师也能同品 然后亮哥和赖老师讨论蓝百合 说目前实现国民党只能当正的 要说服柯文哲当副的 亮哥说只能给民众党一张空白支票 让民众党填 然后赖老师一句话命中死血 政党合作是要建立在诚信上 国民党怎么会有诚信 对啊因为他他饱受被欺骗的经验啊 他因为他以前支持宋楚瑜的嘛 赖老师是比较偏亲民党的 所以你看那个柯文哲的那个副市长黄珊珊 他也是亲民党出身的嘛 那他就他就很抗拒啊 因为他有切腹之痛 可是我跟你讲啊 你以为民进党都是大善人啊 大家都互相相信啊 才不是咧 他们是有共同利益作为最大前提嘛 那为什么人家做得到 我讲白了 你以为蔡英文系统跟赖清德系统就好啊 那关系也相当不好啊 对啊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一致对外呢 对不对 他不会互相吵架 对了 你很少听到民进党里面的人 互相骂来骂去嘛 对不对 不是吗 我还有当时你那个参加上 不是参加那个是 那边是谁哪个粉丝在微博上发给我的 您和那个挺高个子的那个女生是谁 你们俩共同参加 郑立文啊 郑立文 哦好年轻哦 是学运吗 还是什么 你们两个搞 是啊 立文 我到他几届啊 对啊 我看他长大的啊 对啊 嗯不仅有这张图 我到时候可以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看 还有你在公占立法院的图 有了 对啊 跟人家打架啊 对啊 对对 现在就是喜欢万倩之后就 开始变性人淡如菊了 评论一下 没有没有这个 万倩是气质型的 路斯妹妹是可爱型的 对对对 嗯那你喜欢 你喜欢路斯还是喜欢万倩 这个 都可以欣赏 嗯 三妹介于两者之间 嗯 嗯 所以说都不沾边嘛 对 三妹就是 两种都有 可爱加气质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彩虹 彩虹屁吹完 要正式上节目了 我们准备开始了亮哥 现在三妹身后浮现了一道彩虹 顶强 subsequtal